当杨幂还在靠身材博取眼球的时候 赵丽颖却已经悄悄站在了春晚的C位 这虽然是赵丽颖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但她不仅一个人表演了两个节目 其中一个甚至还是独唱 要知道 有多少明星参加春晚十几次 都没能得到独自表演的机会 反观在湖南卫视跨年夜上的杨幂 她虽然凭借好身材一度火爆全网 但始终没能收到春晚的邀请函 其实从两人新作品的口碑上就不难看出 为什么央视选择的不是杨幂 而是赵丽颖 2022年 杨幂宣传已久的爱的二八定律终于播出 但杨幂却被吐槽演技有蜜 不是在和小鲜肉谈恋爱 就是在和小鲜肉谈恋爱的路上 简直就是在给律师这个职业抹黑 而这部作品哪怕有杨幂和徐凯两大流量加持 评分却也只有区区5.8分 而赵丽颖主演的风吹半下却截然相反 豆瓣评分高达8.4分 甚至被不少人评为年度最佳 同样都是女龄心中的顶 两部剧的评分差距为何会这么大 因为当杨幂还无法摄取磨皮绿镜时 赵丽颖却选择在镜头前展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 从环珠格格中的情儿 到知否知否中的明澜 再到风吹半下中的许半下 赵丽颖早已跳出了流量明星的框架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演员 能得到杨妈喜爱自然也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其实杨幂和赵丽颖之间的交锋 最早可以追溯到九年前的宫索心域 当时杨幂凭借这部剧爆红 造型也被观众们奉为经典 因此后来赵丽颖在拍摄公所珠联时 就因为造型太小 在片场被人认成了杨幂 这次误会让赵丽颖有些不舒服 于是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解释 不是所有大眼睛书中尊拍公的都是杨幂 原本这只是一句在常见不过的吐槽 没想到惹怒了杨幂的粉丝 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赵丽颖只好公开道歉 但杨幂却并没有原谅赵丽颖 还记得某次微博之夜上 杨幂和一众女明星合影 却偏偏不叫上赵丽颖 某个活动中 赵丽颖看到杨幂后立刻打招呼 没想到却被对方无视 这一幕还被网友调侃为赵士波尔 不知道看到赵丽颖今天的成就后 杨幂心里是否会有一丝后悔呢 感谢观看